台北故事館 台北故事館相信對大家可能有一點陌生 我們是位於在台灣的一棟古蹟 那這棟房子是1910年 1913年蓋的 那現在大家在的文物探知館 比我們大一歲是1912年蓋的古蹟 那來到這邊跟大家做一個文化的交流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台北故事館的原本乞丐的陳曹俊先生 他是一個大道成的茶商 那台北故事館從2003年 開始進行古蹟活化再利用之後 我們一直把茶藝推廣這件事 做為我們一個主要的活動 還有我們的使命 那12年來呢 我們的主將人池中憲老師 也陪我們一路這樣子走過來 那池中憲老師是在台灣 非常知名的茶學專家 那他出版的書籍呢 一共有20多本 那很榮幸呢 他今天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到香港 那現在我們來掌聲歡迎 池中憲老師 來為我們展開今天的講座 大家早安 早安 聽不太習慣 因為我們這邊會講早上好 就像說你現在看到福摩沙烏龍茶 你會覺得說福摩沙烏龍茶 到底是在講什麼 其實就是烏龍茶 烏龍茶 那很多內地的朋友現在到台灣 第一個會找什麼 去找茶 我是找麻煩喔 不是trouble 是茶 那這個茶的意思 其實為什麼我剛剛講 早上好跟早安 因為時代的變動 有些用語用詞在改變 我們對於台灣的茶 福摩沙烏龍茶 如果在100年前 像這個時候 你在紐約的第五大道 你帶一個吃早餐 那個waiter會問你說 請問你要喝咖啡 還要喝juice還是茶 如果你講說 我要一杯福摩沙烏龍茶 他當然不會跟你敬禮 但是他會覺得你很有品味 為什麼 因為那個年代的福摩沙烏龍茶 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而且是品質最高的 所以今天我們很有意思就是說 探知館 前面我剛剛一來 我是第一次到這邊 我看到幾個字很有趣 他說你從過去發現未來 瞭解現在的狀態 其實福摩沙烏龍茶就可以讓我們知道 在100年前 台灣這樣的一個農產品 他曾經幫台灣賺了很多很多的外匯 當然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 中美貿易條款 那個外銷的茶其實都到香港 各位你們在香港要知道 福摩沙烏龍茶跟我們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有一家英美茶莊在1932年 曾經發行過一個股票 那家茶莊專門賣台灣茶 剛剛我們主持人所提到的台北故事館 其實陳曹俊先生當年就是把台灣茶再加上花茶 轉運到香港 到整個東南亞 那待會我們可以跟著每一件物件 這個物件是非常珍貴的收藏 這怎麼說呢 一百年前這些茶葉的包裝 包括它一個box 一個紙盒 一個鐵盒 裡面都是一個時光的記憶 它就是一個印記 一個mark 讓各位去回味 那這些東西呢 裡面還發現些什麼 各位現在常常在喝的 training 一些國外的廠牌 你們可以看到什麼 它上面寫著Fumosa 烏龍蹄 有沒有人見過 我相信沒有 你見過嗎 我見過Trenny Trenny 但是every grade大家都喝過對不對 但是你們知道 這裡面很多的茶葉 當時是從Fumosa 台灣來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今天假設 各位是一個喜歡喝茶的人 或對文化很有了解的人 你會回味那時候的甘甜跟美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題目定做 Fumosa 烏龍蹄的美好年代 好 下面我們就來回味一些圖像 那這個圖像結束以後呢 我們會有很精彩的茶葉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茶葉是台灣最有名的幾個茶葉 那我也很榮幸 有兩個會來幫我們做demo 一個是坐在前面現在幫我控管的這個署名 他從新加坡飛過來 他知道我在那邊辦活動 他特別會過來 他來參與 那後面還有一個polline 他待會也會幫我們示範湖的泡法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 你們會覺得很親切 它的角是什麼 小角對不對 我們那個年代的小角是一種美 那當然在現在歷史回顧 它是有一點病態美 可是那時候呢就是代表這個的形象 image就代表台灣的婦女 那當然也是中國的婦女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fumosa uronti 因為當時賣這個茶 這個盒子 小盒子喔 是拿來做茶的行銷 所以它的符號就用這樣的圖案 你可以看出它頭還帶了一個斗粒 它背了一個什麼包 這個什麼包 不是Hermers 也不是有一個竹編的有沒有 現在有一個牌子很有名的 其實那個idea都從這邊來的 這是彩茶的 彩茶的一個盒子 一個籃子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裡面看到 右邊有一些花 那叫茶花 現在有很多化妝品 有沒有叫茶花系列 有沒有用過 有喔 知道這個牌子 所以茶它雖然只是一個飲料 但是它延伸好多東西 來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是在當時一本Huppers Huppers這個雜誌非常有名 在美國非常有名 它在上面做了一個 Fumosa Tea的廣告 各位可能不知道吧 Huppers這樣有名的雜誌 上面有 Fumosa Urum Tea的廣告 那這裡面就寫著說 這茶有多厲害 那上面你可以看出 歐洲的貴族 他坐在那邊幹什麼 品嘗台灣茶 可是這個茶的滋味怎麼樣 待會你們可以 如果有機會 我們有五杯 你們要趕快提問 優先權是給你們的 來看一下一個 那這個盒子非常有趣 這個是在1940年代流下來的 那這個茶葉呢 它其實上面寫一個 一磅 在這個MING MING是一個在波士頓的貿易商 它從台灣把這個茶葉運送過去以後 一直留到現在 這個茶葉 這個盒子的茶葉 在我手上 如果你們有到台灣的台北故事館 你跟安琪聯絡就可以找到我 或許我們有緣分 我們可以喝這個茶 現在大家在講說普爾茶很厲害 對不對 福元昌紅印綠印 一片都賣到好幾百萬台幣的 那個還有 這個真的只有 全世界只有一盒 只有一磅而已 上面還有銅錢 我們以前用的古銅錢 所以今天各位 我們應該是說你大開眼界 因為這些史料 在全世界應該是首次公開 很少人看過 來 往下看 這個我就是用這個茶葉把它打開 這個在一個世界性的節目 它叫Global Drinks 它在法國的第五電視台 就是他們的公共電視播出 後來這個影片就是以茶為主題 它訪問世界五大 五個很重要的代表 一個是法國的Marriage 英國的Chaining 日本的伊藤原 還有印度 那中國跟台灣去訪問我 而且在訪問我的過程中 它拍錄了這個場地 就是今天主辦的台北故事館 非常非常有歷史意義 而且這也可以告訴各位 雖然你們跟台灣 可能有人熟有人不熟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華人第一次能夠 要上歐洲的電視舞台 這是第一次 而且是在2010年 所以今天我們剪輯了很短 大概兩分鐘的一個小影片 讓各位看一下 這個會很快 因為前面有幾個都很重要的人 都是世界上做茶最有名的人 當然我不是做茶的 我是一個喜歡茶的人 跟各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台北故事館 這個就是台北故事館 在某些地方 在某些地方 但是我們來吃 它應該有一個小品牌 但是要面對此 是來自助理的 這間不可用 提供用一小匙 來自助理的 是來自助理的 他搭配 帽子 她用抽筋 看一看 看一看 我先放入茶 當時的烏龍茶 有很多朋友說 大陸後 上面會有個香醬 我们常常在铁腿上,一颗粹的水分成一颗粹的油分成一样的水分成一样。 这不是精准的。 这就是精准的水分成一样。 现在我放在铁腿上的水分成一样。 你已经看到了这个水分成一样。 当它在铁腿上有风, 所以这个茶将会放在这种程度上的水分成一样。 每次我看到這個壺冒出鳥鳥青煙 你會覺得好像生意 他會讓你在深夜裡面有很多想像 各位剛剛所看到這個簡短的一個影片 它其實片長有五十幾分鐘 如果你們有機會可以上網去看 可以看到全部的一個實景 當然這個裡面因為他們希望我用一個很傳統中國的泡法 但是我用的卻是弗摩沙烏龍蹄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談的這個弗摩沙烏龍蹄 到底它有什麼樣的美妙跟美好 來 我們往下看 各位看這一張 這也是一個包裝盒 當時所有的全世界把這個茶的品質 現在我們大家知道的茶最有名就是大吉林 對不對 有喝過大吉林紅茶 有嗎 大吉林的tip最嫩牙的 可是當時這個最好的一個choice 就是弗摩沙烏龍蹄 這是當時的一個包裝 它是用木刻板印的 這是當時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包裝方法 來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在巴黎的一個馬利兄弟 他們是一個黑色的一個logo 各位喝紅茶應該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這個茶葉 有 你有喝過 那你應該非常有品味 因為這個茶賣得很貴 各位要知道一個概念就是 法國不種茶 義大利不種咖啡 全世界賣義大利espresso 你以為義大利有咖啡嗎 沒有 法國的這個茶店 從18多少年 1838年左右 他們就開始做這個茶葉 那這個店裡面 剛剛影片你有看到他的老闆被訪問 他的二樓有打開一個茶罐 那個是從中國外銷去的 他們還保留著 所以各位如果有到巴黎去玩 除了看艾菲爾鐵塔 記得來這個地方看一下 那他的樓上有一個小的博物館 非常非常精彩 是free的 那你茶葉不一定要跟他買 可以一定要上去看 這是給各位的一個很好的建議 很小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茶行 來 往下 那各位看到這個是一個湯匙 一個銀的湯匙 你想想看 當時喝茶的銀湯匙 上面會落一個弗莫沙烏龍蹄 這是什麼概念 就跟你現在戴個薄金包一樣 它就是一個很高檔的東西 那這個湯匙是純銀的 上面竟然落了一個弗莫沙烏龍蹄 那這個銀呢 是中國外銷出去的 而且是從香港 廣東這邊出去的 那我們可以從這裡面看到 當時在喝弗莫沙烏龍蹄的品味 那從這個裡面呢 我們再延伸去看一個 當時做弗莫沙烏龍蹄的一個叫Tea Rooms 就是在倫敦 在倫敦有專門賣弗莫沙烏龍蹄的Tea Rooms 就是專賣 專賣店 所以你可以知道 當時這個茶有多麼的受到歐美人士的歡迎 這個都是當時留下來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這個是明信片跟資料 來 往下 我們今天也會帶一些明信片 就是當時留下來的 給各位看一看 這個在1706年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training 這個有超過當時這個茶所選的強調就是弗莫沙烏龍蹄 那你現在再去看這個training 它上面寫的還是1706年 可是它就不是250年 那你就知道這個盒子有多少年 你去換算一下 大概這個是80年到100年左右 就是台灣當時被這家training 選去當原料的一個佐證 各位有沒有人見過 而且跟各位說 這個茶還在裡面 還滿香的 沒有壞掉 所以很多人說 哇 全世界只有普洱茶可以放 我告訴各位 弗莫沙烏龍蹄可以放100年 還很好喝 當然你們會覺得很訝異 但是人類是這樣 沒見過的 重新去找到的叫做發明 可是你不知道了 你再看到就要發現 就跟探知管一樣 讓你發現 下一個利盾 Lipton Lipton 大家都覺得它很便宜 對不對 一個teabag小小的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全世界茶 這個利盾做得最好的一句話 我不是做最好的 但是我是做全世界品質統一的茶 也就是說你在北京、上海、廣東 紐約、倫敦 你的一個袋子的東西都一樣 那是很厲害 所以它的產值非常高 當時它用的 各位看到下面有沒有 Fumosa Wurong Tea Fumosa Wurong Tea 這是一個當時的見證 那當然它除了賣茶、咖啡、咖啡 還有所有的可可 它都是全世界去找很好的原料 那它的顏色就是黃跟紅 它代表一個特別的logo 到現在還是這樣 你會覺得說這張紙怪怪的 為什麼擺這樣 還有它有一個星星 一個圖案 這個其實是當時 Fumosa Wurong Tea 在外銷的時候 一個包裝盒 一張紙 這張紙非常重要 它就是像我們現在外銷 它有一個單紙 它證明它是從哪邊來 這個紙很薄很薄 那我為了收藏這些東西 我花了大概二十年的時間 去做這個研究 然後慢慢慢慢收集起來 才寫了這個書 寫了一本書 然後再來講Fumosa Wurong Tea 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一張也是 你看它特別寫就是最新鮮的 各位前面有兩個茶 也是台灣剛剛才好的 十一月剛剛才好的 各位待會可以聞聞看 我前兩天在珠海書院 讓學生聞香味 那學生那個舞感特別好 才聞一下而已 半個小時寫了大概一千字的感想 哇 寫得太好了 那待會你們不用寫 你們把聞到的味道帶回去 當你的記憶 回想一下今天在這裡有這樣的機會 下面這個有幾個符號很重要 對不起 往上面看一下 知道這個company TAIT是什麼 全世界有很多洋行是跨國的 遺和洋行 知道遺和洋行嗎 現在我們很多的超市還是他們的 這當時他們就做茶 這個跟各位素心相查 這個在香港龍德記茶莊 你看看那個國旗 那個旗子是北洋政府時代的 有沒有看到 就是1920年左右的時候 20到30年左右 那他賣的素心香茶 這個他寫的是說在廣東生產 但是這個茶的原料是台灣的 他這個茶就是現在我們說的香片 他把茶葉跟花印在一起 這就是素心香茶 我們在下面看一個 這個是跟我們這裡有關的 叫美珍茶莊 美珍茶莊有沒有人知道 它還存在或不存在 還是這邊有它的後代 我們很希望找到這個後代 他說我家還有一箱當時的茶 你看看當時的這個圖像 他用一個很傳統的中國事情在吹笛字 它是一個中國印象的很美的一個image 當然這個罐子有點可惜 紙都已經破裂了 但是這很難得看到 我們再看一個台北故事館在這邊 跑掉了 台北故事館的前面 往前 對 這張 沒關係 這個台北故事館 這就是陳國塵女士 她也是我們香港的過去台灣 她在任養這個古蹟的時候 她就希望她能夠活化 因為她跟茶有關 所以辦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我的了解好像是台北的故宮 那麼大的一個base 第二個流量最大就是台北故事館 如果你們如果還沒去過 下次到台灣記得 凡事都可以找剛剛我們主持人 這個地方呢 他留下了歷史印記 有很重要的一些包裝 當然這個故事館裡面已經沒有了 是流落在別的地方 我把它收集起來 藉這個機會讓各位看一下 下面這些包裝是茶葉的包裝 那張紙 第一個你看到陳曹俊選裝 他在那個時代 他很知道歐洲人的風格 所以你看他用的是法國那個時候 那種美好年代的女生的圖像 那你看到他的字 他用英文拼音 這英文拼音非常厲害 他不是用普通話 也不是廣東話 是閩南語 所以他怎麼拼音 那個 來 你來唸一下 你唸 丹朝鎮 丹丁滾 他是用閩南語去拼音的 那你要想像說 我們現在有漢語 有和諾語 那他用英文拼音 他竟然可以用當時的語言去拼音 表示他做得夠大 不然人家看不懂 這是他的一個logo 來看一下 那這個陳曹俊先生很有趣 他在當時他就已經知道跟世界接軌 所以我說他懂得南海策略 你看看這個當時萊特兄弟才發明滑翔翼飛機 所以我這一次下飛機場 就看到我們 不是飛機場 有一個商場掛了一個 在那個餐廳 我看到一個滑翔椅 那這個滑翔椅呢 其實在當時的陳曹俊別館 就剛剛故事館旁邊 以前在日治時期是一個機場 他就看到這樣的東西以後 他就把他的產品 把他的人頭放在上面 你看他那個人 這個就是陳曹俊自己 但是這個飛機不是他開的 你看也知道是合成的 可是你想想看 現在的電腦的Photoshop 他已經會用了 他已經會用了 你看看他就把它做上去 然後就跟各位講說 我就是陳曹俊 這就是我的選裝 那他因為開發了很多的品牌 所以叫義域也是他做的 這個是另外的他的公司 來 再往下 這個是我過去研究 這個台灣文獻跟茶有關的 後來在台灣 中華民國建國100年的時候 辦了一些展覽 那因為其實這些茶呢 就在台北的貴德街發生的故事 所以我寫過一本叫貴德街史 這條貴德街只有505公尺 非常短 但是全部在裡面發生很多台灣第一 第一次發生的地方在這條街上 如果你們有機會到台北 或許有機會可以跟各位再介紹詳細一點 那這個裡面呢 我們會進入一個比較有趣的圖像的時光之旅 這個都是明信片 Postcard 這個是日誌時期的 日誌是在1895到1945 那這個大概在1920年左右 你可以看出這一張Postcard裡面 有什麼樣的喝茶的樣子 他們喝的是西方的瓷器 穿的是和服 但是右邊綁了這個是中國的圖案 在這個衣服裡面 我把它解構如下 來 往下 我們從這裡面來做一個文本分析 你看它的髮型是中國的 蝴蝶結 茶器是西方的紅茶杯 它的服裝是和服 它的茶雞西洋的 椅子是中國的 有沒有 我們十彎桃很多椅子長這樣 所以它這張明信片裡 用五個元素來分析 它是一個所謂的混種文化 所以東跟西在一起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時候茶是做一個很好的media 再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更有趣 這個日本很有名的叫做 叫做服飾會 有沒有人知道服飾會 知道嗎 你研究服飾會嗎 你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服飾會是做什麼 我怕我講錯 你講一下 一分鐘 你還好 我問這張明信 上過你們的課 就是說是 哪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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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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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就是學過了一些說是描述當時他們歌舞生活的一些版話 然後也就是這種風格 其實服飾會就像現在我們的那個瞄解釋景小明 他記錄非常多的日本的正常生活裡面的市景的一種擺態 所以他們出現了很多很重要的畫家 這些畫家影響到歐洲後來的印象派 你如果讀藝術史就知道 後面我會告訴各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印象派畫家 他喝過弗摩沙烏龍蹄 我從這裡面去找到他的線索 來 我們趕快看 你看看這個 這個他當時畫這個用服飾會做等於是DM Postcard的DM 但是他的重點在哪裡 在後面寫弗摩沙烏龍蹄 因為在日治時期日本人把查 他們那時候侵略 侵略中國 他佔據了台灣以後 他把這個地方當作南靜的基地 南靜的基地 他就利用這個地方的物產去賺很多外匯 所以他在怎麼賣 可是你會覺得奇怪 日本人佔領他為什麼不叫日本茶 他為什麼不叫Japan 他為什麼叫Fumosa 因為剛剛跟各位說明了 在當時的台灣茶已經全世界都很有名 在1866年那個時候台灣對外開 就是清朝台灣對外開港口 那時候就已經有洋行進來做了 所以你剛剛看到的Training、Lipton 那些都是那個時候做的 那這個是已經比較後面 再往下 你看看這個 它也是瘋果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在大英博物館 有做過它的畫的專題 專題展覽 那你可以看出它下面打的是 我現場有帶了幾張真機去做的復刻板 我可能會送給各位 但是你們要提一個 讓大家覺得很有意義的 剛剛這位同學講得很好 我就送你一張 你覺得怎麼樣 絕對不是考試 如果你的教授還沒有給你論文評分 我會希望它給你趕快歐趴 來 往下看 這個也是一樣 它不管這個叫國方 我現在舉的例子就是 日本服飾會裡面有四大名家 這裡面都是它最有名的人 來 往下 好 這張就很重要了 這四個有名的人 一個叫戈川 一個叫葛哉 一個叫戈川 戈川有兩個 一個風國 一個廣重 一個國方 後面有一個年代 它是17770 17770到1860年 他們這一些人畫的畫 一直到1920年 他們廣為運用 但是它的行銷和摩擦烏龍蹄 這個在美術史上沒有講過 在茶葉史上也是首次 我把它做一個兩個connect在一起 這我相信很少人知道有這一段 但重點是後面這一個 好 這是誰的話 中間這一張 有沒有人知道 反高 反鼓 反鼓 我們翻譯不太一樣 不過講的是同一個人 那有沒有人知道這一張畫叫什麼名字 知道人 送一張 快點 Call out Self Colter 喔 誰 Self Colter 對 沒錯 唐基老爹啦 不過人家講的是原文 OK 沒關係 你們都沒有看到 我幫你們作弊 你們都沒看到答案 所以這一張不算 下一個 那這一張有什麼趣味 你們看到這個 反鼓畫這張畫 因為當時日本把這個服飾會 大量的送往西方 那這些明信片或者這些 他甚至連包裝東西 都用這個服飾會的圖案 所以這些圖案就流落在很多的書店等等 那當時反鼓沒有什麼錢 他跑到這個書店去找很多資料看東西 結果他就留下了很多的印象 所以這張畫後面 他有四張圖是用所謂的 當時的服飾會做背景 就是他影響到反鼓作畫 那這四張圖在這張畫裡面 我把它找出來 這是我做的工作 我把它找出來 找出來什麼 這一張圖的原圖是誰 我做了一個考證 這個也是首次各位聽到的 這個畫面的圖案 右邊還有左上角富士山 有沒有他取個富士山 左邊他有個下雪的圖 有沒有 再下來這邊有一個女生 有沒有在擠鼓 那這幾張下面都寫 弗莫沙烏龍蹄 所以我們可以佐證反鼓喝過 弗莫沙烏龍蹄 當然我沒辦法去看到反鼓 這個用的器物是什麼 但是你可以看出 他當時畫這張畫 他引用了這麼多的元素 他一定有看到下面那幾個字 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延伸 我們再看這一張 這個是一個扇子 當時他們做行銷的時候 他送你一個扇子 上面寫弗莫沙烏龍蹄 這個扇子還在 如果你們夏天到台灣 有機會拿給你扇一下 看有沒有茶的香味 那後面有名的那個 神奈川的一個富士山 三十六集 這個是日本富士會裡面有名的圖案 那他也把它做成一個扇子 當作一個茶的行銷 那我把那個茶烏龍茶泡開 用一個青花杯跟他做對應 你可以連結它的顏色 跟它的波浪等等 到了剛剛講到 弗莫沙烏龍蹄行銷全世界 大家覺得說 它有什麼了不起的 可是在20年代 那時候全世界到40年代 辦了很多的博覽會 世界博覽會 那這個博覽會呢 台灣的粉末茶烏龍蹄 都得到大獎 這個就是當時的紀錄 二六年 一五年 二六年 三九年 來我們再細看一下 這裡面的資料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考證 下一張 這個考證是驗證了現在台灣茶的一些前身 也就是說我們從剛剛這些得獎的茶 大概在2040年以後 日據在1945結束以後 這些茶現在還留在台灣 而且這些台灣從北到南都有各種茶的分布 當然這一次很高興跟各位相會 所以呢 前面有幾個茶你看沒什麼 可是它已經代表台灣烏龍茶的一些典範 那我們可以讓各位先了解一下 有沒有人去過台灣的 請舉手 哇 都去過嘛 還是你們都是台灣來的 那有沒有買過台灣的茶 有 那你們今天要聽清楚 你要買茶一定要聽這個課 前面那個是歷史 那就感覺一下就好 可能跟你很遙遠 可是下面很實用 非常實用的東西 我們從北到南 通常我們到台灣遊玩 就是會從北南或是中部開始 北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有所謂的文山地區 它主要是產包種茶 還有木榨鐵觀音 貓空那邊有很多木榨鐵觀音 那到了桃園 桃竹苗就有東方美人茶 到了中部台中南投就是所謂的烏龍茶 那這主要是現在大家到台灣去買的烏龍茶 大概是產地在這裡 然後到了東部 花蓮 台東也有 那到了這個往台灣最南端 有沒有人知道台灣的茶 過了濁水溪以南的 最遠的那個茶區在哪裡 趕快注意看 上面有寫 屏東 哪裡 什麼茶 好 沒關係 它其實不是 它算是一種舞儀茶的一種 所以它是叫港口茶 因為它產在滿洲鄉 我相信台灣的朋友可能也沒去過 它還保留了當時清代的做法 用大鍋子去炒茶 所以如果有機會 你們到台灣去做茶之旅 那我也希望在座有做旅行業的人 開始去想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開始辦一個跟茶有關的旅行 專題性的 會很有市場 對不對 因為你們去過 你們都不知道有這些好玩的東西 那這個叫深度之旅 深度之旅 你可以去看不同的區域 去參加做茶的活動 參加喝茶的茶洗 甚至你可以去了解茶是怎麼做出來的 來 往下看 我們現在幫各位做一下紙上旅遊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講剛剛北部 包種那個水庫 台灣的翡翠水庫附近 它的茶都送在一個比較低海拔的地方 看起來很漂亮 接著我們看一下這是鹿谷 這叫鯉魚潭 洞頂山就在這旁邊 就在右邊這個上面 它海拔只有600公尺 可是它產生的台灣的烏龍茶 非常有韻味 叫當丁葵 洞頂的味道 就指這裡 這個是採茶的現場 上個月台灣有一個新聞說 抓到了幾個到台灣探聽情報的 中國的一些人 他說後來電視台 台灣電視台找我去分析說 他們在偷什麼 他們說去偷做茶的技術 很多人是這麼認為 包括台灣的調查站 還起出那些髒物 什麼髒物 幾個刮胡刀 大家搞不清楚為什麼是 有刮胡刀被拿回去 其實是因為台灣的做茶的 他的採茶是用刮胡刀掛在手上 他就把這個技術帶回去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插曲 那這個就是當時我在茶園裡面 看到他們在採茶的樣子 這個就是茶葉 如果你看到茶葉長這個樣子 嫩芽上面有蜘蛛網 有沒有看到蜘蛛網 這個茶就是安全的 因為我們喝茶都怕農藥對不對 有蜘蛛網就安全 你如果看到很漂亮都沒有 你要小心 如果你去茶園看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旅行業的人 去用深度跟這樣的教育的方式去帶動 我相信會很有人願意去的 包括歐美人士都很願意去看這個東西 來 往下 這個是在三菱西 中部三菱西 那不同的茶區 你可以看出它的林相 向陽面跟背陽面 厲害的人喝茶可以喝出說 你的陽光多還少 你們可以來考我 我就這樣就可以不用買茶 很多人說你給我喝一下看怎麼樣 看那怎麼練習 可以練習 可以練習 不過你們要想學的話 要叫台北故事館才有 這裡沒辦法 我總要幫台北故事館做一點這個 因為我是他的義務的諮詢顧問 所以我要推廣一下 那這個有趣的 你看看 右邊那個人是誰 這邊可能你們不知道 這好像是不是湯蘭花 是湯蘭花 很早期的明星 那他們 包括楊麗花有聽過嗎 台灣有楊麗花 他也幫茶做廣告 那時候茶 現在中國最有名的李彬彬 他幫鐵觀音做廣告 那其實一樣的意思 在台灣早期 就有這樣的明星做廣告 那這個茶葉呢 是民國大概60年 1970年左右的 包裝包這樣 那這個包裝的形式 其實跟很多的這個 過去中國的明代的茶葉冠 是有關係的 我們可以有機會 因為我之前有做一些 唐宋元明清的分析 這裡面就有出現 像那個蓮子罐 有個青花蓮子罐 就跟這個很像 這個就是我們講 台灣的茶 焙火比較重的顏色 那現在有很多人 開始流行喝老茶 老的烏龍茶 其實你可以看出 它的梗紅紅的 那就是後發酵 慢慢慢慢的發酵 那有些是用焙火 做出來的假的成年茶 如果你們要去台灣買這些茶 特別注意看 看清楚了 那個顏色不能黑 不能墨碳的味道 要像這樣紅紅的 這才是慢慢的塵化 就是我們跟紅酒一樣的 Vintage的概念 你看到這個 它手有一個 我剛剛講的那個刀子 它在用手去採茶 這個海拔大概是1700到1800左右 你看它是頂光 這茶葉長得很大 這個茶葉呢 為什麼拍一個這樣的茶葉 有沒有人可以說一下這個茶葉 我就送大家一個明信片 來 昨天 你讓給他們 你一定會講 因為你在台北有跟我學過 來 你昨天有來 我會送你一張 你說一下 也是牙頭有兩個月在茶樹的先見 你哪部分最好的茶 他很厲害 他一定很懂茶 因為他昨天我在另外一場講茶器應用 他也來了 所以我剛剛認得出來他 那一點黑黑的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答案 不過你還是有 你已經講得很好了 來 往下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要快一點看過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大的山種著茶葉 所以它的海拔跟霧氣很重 剛剛那個黑黑的點其實是被蟲咬過 叫浮塵子 來 往下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東方美人五色茶 現場也有 有沒有人知道是哪一個 這個沒有獎品 這個那麼簡單 這樣低估了各位不行 往下 這個泡出來顏色 要像琥珀色 要像琥珀色 往下 這個是阿里山那邊的茶區 非常非常的艷陽高照 這個快速讓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到台灣沒有去過這些茶區 就很可惜 那你看看這一張圖 這張圖要幹嘛 就讓你看茶的湯色 如果你對茶有夠熟悉 那個茶倒出來顏色 你就大概知道海拔多少 你們看紅酒就知道 這個年代裝紅色跟紫色 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年紀 茶葉也可以 可以訓練 最後給各位看一下 我寫過大概二三十本 跟茶有關的書 烏龍茶我寫很多本 有烏龍茶 我的烏龍茶還有一本烏龍茶 還有一本烏龍茶茶禪 就是那個茶葉泡剩了以後去做菜 寫一本 所以你們歡迎各位 接著來問我跟茶有關的事情 那總而言之 Fumosa烏龍茶在全世界 曾經在一百年前非常有名 他也因為日本 他雖然在統治台灣 但是他還是用原產地的這個概念 來賣Fumosa烏龍茶 所以他運用了很多的 當時的這些服飾會去做行銷 我們可以看得到 當時洋行的一些包裝 那我想這個部分是華人 應該去知道的一些東西 因為你如果在喝烏龍茶 你會知道原來有這麼好的美好 再來就是看到這些烏龍茶 現在如果我是個消費者 我要怎麼來買它 怎麼來品飲 接著我會請兩位來現場做一個示範 再往下 今天我們主要最後這一個就是 讓各位留一個訊息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透過這個公益的網站 來跟我聯繫 那我們今天這個簡短的簡報先到這裡 那我留比較多的時間來做實際的 實用的跟台灣烏龍茶有關的一些解說 我們先iek清潔的等等